國際投資與先公司 臺灣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協會 簽訂建設中華七星 臺灣原住民創業原項目 在主持人宣讀之下 臺灣與中國的農業經濟合作正式啟動 臺灣即將在中國河北省三河市 創立一個臺灣原住民族農業園區 這位口聞及身兼原住民生存發展協會 理事長積極促成 我們大概年底的話 就會稍微有一些 要引進我們農業的人才 種植一些蔬菜 這個溫室這個已經開始在做了 溫室的部分 那這個年底前 先把這個蔬菜先拿到這邊來 找一些有機的 有機無毒的 這樣一個蔬菜的 這樣來這邊來種植 臺灣原住民創業園 他是兩岸之間第一個 關注到咱們 臺灣島地的原住民的 這麼一個產業園區 所以他的設立 我想在兩岸之間 已經形成了 在高層形成了非常廣泛的一個共識 最近幾年 中國在張家口市高度發展經濟產業 使得當地成為臺商發展 事業的中貞地 臺灣原住民族農業 是否能在對岸立足 或者開發新市場 基層的民意代表也很期待 希望是說在這個 搭了這個列車 搭便車 這個希望南語的飛魚 能飛到這個 我們講的山河市的 這個農特產 這個地方 我想我們海端鄉 是因為 對於經濟 地高地的農作物的殘銷 行銷等等 比較有所困難 因此對我們鄉民的這個前途 還是有一點希望能夠開拓 因此我們像我們本鄉的特產 高森蔬菜 田式 甚至水蜜條的殘銷 都有一點希望透過這樣的管道 能夠跟大陸這邊直接的行銷 發熱的第十屆 即臺經濟合作洽談會圓滿的落幕 民意代表希望 跨海發展原住民族農 特產的新商機 據得在中國河北省採訪報導